那在聊这一则新闻之前呢 首先就是要来先问问何主编 有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肯定有 这个是自小就培养的习惯 甚至是我的孩子 我也让他自小培养有吃早餐的习惯 哇很好耶 那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自小有吃早餐的习惯 你开始笑了 好那之后呢 可能到了这个大学啊 或者是可能工作的时候吧 就因为每天早上呢 要睡迟一点啊 还是可能就因为睡不醒啊 就觉得说好吧 那早餐就可以不吃就不吃吧 因为睡眠会比较重要 对这是一般人 很多人是其实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早餐是一天元气的来源 对我来讲 尤其是早餐的那一杯咖啡 对我是特重要的 哇好那说到早餐呢 就像刚才和旧边有提到的 就是一天里面 最重要的一餐啊 所以呢为了让国内的小学生 他们可以就是健康的成长呢 教育部最近总算是宣布了一件 我觉得说几乎是大部分 马来西亚人吧 都站好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呢 从2020年开始呢 全国政府和今天的小学生呢 都可以享有这个免费的营养餐 预计呢会有270万名学生受惠的 对那么你说是一般人站好 那么我觉得我也看到很多人就觉得 教育部怎么这个时候又在搞一个什么营养早餐的计划 但是我觉得事情总是要用好的一面去看 我觉得这个计划如果是他真正的推行的很到位 我觉得是很好的 毕竟就是像我们刚才前面聊的 现在很多孩子其实是没有时间好好吃早餐 甚至很多孩子可能就是在上学的路上 在车里随便吃两口啊 那么有没有你的早餐 是不是真的是有没有做到营养呢 真的是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是那又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父母啊 也是平时忙碌 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去准备早餐给小朋友 那就有了这个学校的免费营养餐之后呢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至少我的孩子不用在学校挨饿 然后还有营养餐吃 就是可以确保他们有摄取这个均衡的营养 就不要太担心了 那么根据这个教育部的宣布呢 就是老师将来也要跟孩子们一起吃早餐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马来西亚的教育 还是很强调考试至上 尤其是孩子生活在非常压力的这个学习环境 我觉得这个营养早餐 如果有一段时间可以用一种很轻松的心态 跟老师啊同学们一起用早餐 其实还蛮不错的 其实作为学生的话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学生是愿意跟老师一起吃早餐 可能会有那种心理压力吧 就要跟老师吃早餐 我也啦 一般小学生他们其实对老师还是 感觉还不错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免费营养餐的话呢 有一些人还是希望说政府是可以多加去留意 可能学生对某一些食品过敏的问题 当然也有其他人呢是希望说 政府和校方是可以确保说 为学生提供的这个营养餐是符合卫生条件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敏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小的群体 那么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说 营养餐是不是真的是营养的 就是你必须要确保那个分量给孩子的 是真的是给他补充他的一天所需的 这个早餐所需要的能量 这个才是我比较关注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要确保这个计划的执行过程 不会出现这个干捞的现象 或者是说营养早餐是说 一个早餐一个孩子的早餐是三令吉 可是提供给孩子的食物 可能只是一令吉的这个成分 是那说到这个钱的部分呢 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 你就会有一个疑问说 哇就是每一天啊 或者是每一年每一天吧 都要为这个孩子去准备营养餐的话 那这个数额又那么庞大 到底教育部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 那对此呢 教育部长马智里就说 这点倒是可以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目前是已经成立了一个 特别委员会来讨论这项计划的细节 当中就包括吧 所征收的含糖饮料税 就是用在这项计划当中 其实我还是回到刚才 就是凡是我们有好的一个 正面的角度去看 我觉得如果是这个钱 用在适得其所 就是用的很到位的话 能让全国两百多万的小学生 都能受贿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其实这个营养仓 就是在前朝政府的时候 其实也有推行 但是受贿的群体 是属于那些贫穷的学生 那么现在我觉得是 扩大到全部的小学生 还是不错的 毕竟你是营造一个 就是大家气氛更融合的 一起用餐的环境 是那西蒙政府上台之后呢 我相信很多人听到 就是教育部这个部门的时候 都会摇头啊叹气啊 甚至有一些可能还会生气啊 那最近呢 就是教育部随着 宣布了这项计划之后呢 就是我觉得还受到 蛮多人的支持啊 就希望说教育部可以继续的 好好的去规划这项计划 就不要让他可能到了 两三年之后就停止了 我就觉得还蛮可惜的 就是在落实的过程 我们必须要有那种监督 还有透明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就会来聊聊 关于沙拉越新成立的交通部 了解